欢迎您再次收看 给你点上新灯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 连生活佛在台湾雷藏寺 做洗金刚护魔法会之后的开示 其中谈到了连生活佛 超度的大法力 今天我们也为您特别访问一位 郑玉华女士 可以做见证 不过我们先来看当天 在雷藏寺连生活佛是怎么说的 有一位这个 郑玉华 郑玉华小姐 还是女士 应该现在都称小姐了 郑玉华 郑玉华 认识她 连训法师也认识她 郑玉华小姐 十年前 出大车祸 到阴间去 到来阴间 她在阴间 看到我 在办大法会 超度大法会 有证人呢 什么都是要证据呀 你没有证据不可以乱讲 郑玉华小姐 她发生大车祸 在阴间看到我 办超度大法会 然后呢 我从阴间 把她超度到阳间 我就真的把郑玉华超度到阳间 从阴间超度到阳间 她是证人 你知道呢 现在的这个检察官 法官都要讲证据的 对不对 有证据 像蚊子在前面飞呀 这个法官 就打死一只蚊子 另外一只蚊子 还在飞 旁边那个人就问她 那这只蚊子 你为什么不打 因为她只是嫌疑犯 还没有事实 还没有钉 钉了 她就啪 她只是在那里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只是嫌疑犯 法官是要讲证据的 师尊今天也是跟大家讲证据 十年前 郑义法出大车祸 到了阴间 参加我的超度法会 我问说 你要不要回阳间 我给你超度回去 她说她当然要 我说好 那你就回去 我出现救了她 她现在还活着 她就是我阳间的证人 今天什么都要讲证据的 没有证据 不能乱讲 检察官办案 特征组办案 这个法官判案 都要讲证据的 证据拿出来 啪 你就进去了 没有证据了 没有证据 那孩子嫌疑犯 在那边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他不打她 法官不打她 什么事情都要讲证据的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我也会写 我自己也会写小说 小说就是没有证据的 其实我要写小说 我很厉害的 我会写的比任何人都好 都好看 但是我们要有证据 我确实能够超度三二大 所以今天报名参加超度的 喜金刚能够战胜死神 他有超度的大法力 能够把他们接引到 清静的佛国 喜金刚就是金刚杀斗 连身活佛在法座上 证实的这一位 郑玉华女士 在十年前一次严重的车祸当中 面临死亡 灵魂离开肉体 钟英生的状况 参加了连身活佛主持的超度法会 之前他根本不是皈依的弟子 最后竟然能够重回阳间 为了感恩连身活佛的救命大恩 这一天我们特别跟随郑玉华女士 亲自拜见连身活佛 表达着不可思议的亲身见证 奇怪为什么我在 在就是我想活下来 可是我看到师父 我觉得我根本跟你没相关的人 为什么我看到你在帮我 不好意思 你可以讲 你可以 你可以 慢慢讲 不好意思 师父 你要做一下吗 要做什么 我要说出我心里话 谢谢师父 没有你 我看不到孩子长大 因为那时候我孩子很小 大概就是2000年的时候 过年 过年初一 我们家习惯去拜拜 就是去苗栗九华山拜拜 回来的时候就经过那个造桥收费站 那我的小孩的爸爸开车睡着了 就是加速踩油门 撞到那个高速公路的水泥柱 那一部进口车就撞到废帖 那当时我的女儿腿断掉 我的肝脏皮脏破裂 后来我送到长根的时候 非常痛 非常非常非常痛 那在病危的时候 我看到我自己的神势 吊到那个很高很高的墙 那个墙大概十几层楼高 那我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学佛了 我印象中潜在意识就是告诉我 就是汪石城 我很害怕 那看到旁边很多断手 断头 然后尸体不缺 残缺的人 跟着那种跑来跑去 那我很想逃出去 那我知道我的 因为那时候已经学佛十几年了 我知道我没有逃出去 我可能就是突然就是这样子死了 那我就是一直想要跑 他跑的当中就到看到那个 汪石城的中间 有类似舞台 一排 一排 因为我也念很多佛 观世音也念 地上菩萨也念 上师心咒什么也念 可是他们都没有下来救我 我突然看到上师坐在那个中间 谈成旁边是莲之辈的 因为他有名牌 我看到 他们那个胸口都有一个连什么 连智连腹连身 好了 一整排 那一整排的那个 偶尔看到你们放金黄色的光 在超度地狱的众生 这是我亲眼看到 后来我继续跟那些众生跑 跑来跑去想逃出来 就听到旁边有一个声音 是女生的声音 我确定她是菩萨 只是看不到形象 她叫我往那边的狗栋转出去 我的神寺才从那个狗栋上飞出去 飞到那个桃园巴德的路的时候 才认得这是我家的路 后来 我那时候这一件事后来病好了 我养病也养了快一年 那病好了之后呢 我就一个疑惑 我从一个显宗的佛教徒 一直到路纳金色学佛十年 我一直跟你们这个教派完全没接触的 为什么我在生命摧毁的时候 是看到看到十足的路线 我觉得人们太狭隘了 你看到十足的路线 就这么多的路线